前兩天我們體驗了 Redmi Turbo 3 的性能 這期視頻一起來看看它的外觀設計和性能之外的配置 整體外觀設計非常簡約 我手里的這個冰泰版本絕對是手推配色 後蓋就 Deco 和 Logo 沒有任何其他元素 這個 Deco 橫過來看就像兩隻大眼睛 多看幾秒還是挺有喜感的 正面屏幕採用平面玻璃設計 沒有塑料支架 黑邊都有進一步的縮展 還是小粒邊的邊框 但是邊緣過度做的更圓滑 配合四曲等身後蓋 以及實測帶膜 183g 的機身重量 握持手感非常不錯 接下來我們就邊拆邊聊 第一步 關機後取出卡脫 雙卡上下放置 卡脫材質是金屬加塑料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 拆卸後蓋 加熱後劃開粘膠打開後蓋 後蓋是塑料材質 內側起防塵作用的泡棉 分佈在兩顆後攝四周 通過裸露區域可以看出後攝 Deco 為金屬材質 電池保護板 對應位置覆蓋一條細長的散熱膜和絕顏貼紙 第三步 拆卸主板 三段式結構 NFC 線圈放置在右上角 線圈下方的頂部揚聲器 兩顆後攝中間以及電池和底部揚聲器上都有散熱膜覆蓋 卸下主板區域的所有螺絲取出主板蓋板 蓋板上除了 NFC 線圈之外 還佔有 FPC 天線和閃光燈排線 排線上集成有兩顆閃光燈燈珠 燈珠四周的白色區域具有一定的導光作用 配合兩顆閃光燈形成類似緩閃的效果 但從外部實際的表現來看和真緩閃還是有差異的 蓋板內側 電池上方的散熱膜一直延伸至主板的核心發熱區域 負責壓緊封閉作用的緩衝泡棉分佈在頂部揚聲器 前攝以及主板接口位置 前攝的接口位置貼有用於靜電防護的導電部 挑開兩個電視接口進行斷電 隨後挑開主板上的所有接口 取出所有攝像頭 主攝CMOS 採用5000萬像素的索尼 LYT600 這顆鏡頭得益於大光圈 實際的進光量提升比較明顯 再加上OIS 光學防抖 暗光拍照體驗更好 超廣角採用800萬像素的索尼 IMX355 前攝為2000萬像素的 OV20B 除主板 主板為單層設計 為了提高跌弱性能 PCB 特意加厚到0.8mm 在這個價位的手機中 PCB 厚度多在0.6-0.7mm之間 主板正反兩面屏蔽罩 均有散熱銅箔的覆蓋 SoC 充電 IC 以及Wi-Fi 藍牙模塊的位置上 塗有導熱材料 紅外發射器和頂部麥克風 集成在主板上 接口和小元件附近並未發現防護措施 四下散熱銅箔 輕吊導熱材料吹開屏蔽罩 RAM 和 ROM 都來自美光 規格是旗艦級別的 LPDDR5X 加UFS 4.0 RAM 下方就是剛發不久的第三代 小龍 8S 關於性能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前兩天的性能片 簡單總結就是 終端第一梯隊的性能 接近旗艦的功耗表現 旁邊還有小米自研的澎湃PR 充電 IC 值得一提的 這回還額外放了一顆增壓芯片 幹什麼用的呢 手機都是有正常工作電壓的 當電池持續放電到低於這個電壓時 比如電壓低於3.2V 手機屏幕就亮不了了 這個很好理解 而這顆增壓芯片就是在這個時候出廠了 即便電池電壓低至3V 也能讓手機繼續正常工作 進一步榨乾電池可以放電的電量 從官方給到的使用增壓芯片前後的數據來看 25 射速度下的差異並不大 但是溫度越低 能榨乾的容量就越高 所以這顆芯片更多的是提升電池在低溫下的續航 你看為了提升續航廠商也是絞盡腦汁 但是這點必須得給個好評 射頻IC依舊是高通的SDR753 但WiFi藍牙模塊更換成了WCN6755 支持WiFi6增強版和藍牙5.4 其餘的芯片信息大家看圖 挑開觸點取出頂部揚聲器 採用戈爾生學的1014D2合1規格 相比同價位機型慣用的1012H 在硬實力上更好一些 取出前置傳感器小板依舊是便於維修的模塊化設計 通過觸點和主板連接 整機只有這一個環境光傳感器屬於這個價位的常規操作了 中框上邊界通過觸點和主板連接 兩顆後攝通過線位結構固定 SoC 沒有做這個樓空設計 但在充電IC兩側有小面積的開窗 第四步拆卸副板部分 卸下副板區域的所有螺絲 翻開後分離同軸線即可取出蓋板 蓋板材質是金屬加塑料 集成下揚承器 蓋板內側馬達和指紋的對應位置貼有緩衝泡面 底部揚承器是AAC瑞生科技的1216G 規格 半槍設計相比全槍會有差距 挑開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副板 接口和小元件的防護依舊缺席 底部麥克風、SIM 卡卡槽以及 Type-C 接口集成在副板上 接口是USB 2.0 規格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整機支持 IP64 的防護等級 副板的 PCB 製造商是聖宏科技 整機一共搭載兩顆麥克風 屬於中、低端機的正常配置 底部麥克風收聲孔採用 L 型防呆設計 避免誤差後導致防護結構損壞 取出指紋模組 繼續沿用短焦攝像頭發案 取出 X 軸線性馬達 採用 AAC 瑞生科技 ELA-0809 規格 第五步 拆電池 電池有快拆提手 採用單電芯雙接口設計 容量5000mAh 製造商是珠海冠遠 電池的詳細參數 大家看圖 能量密度通過包裝尺寸 粗略計算在 697 到 714 瓦時每身之間 搭配附帶的 90 瓦快充頭 實測峰值功率是 73.2 瓦 1 到 100 充電用時 34 分鐘 私下電池保護板上的聚焰貼紙 保護板使用 SIP 系統級封裝 抬起保護板就能看到 保護板和電芯的連接處 貼有灰色的導熱硅膠墊 保護板右側是監測電池溫度的 NTC 熱米電阻 最後一步拆屏幕 加入後滑開四周粘膠分離屏幕 屏幕供應箱是滑芯 採用 C7 發光材料 表面覆蓋康寧大清型 Victors 玻璃 1.5K 分辨率 實測手動全屏最高 530 尼特 全屏激發最高 1085 尼特 屏幕背面是全覆蓋的銅膜 驅動板上貼有黑色導電布 觸控 IC 是惠頂的 GT-9916R 中光上覆蓋有大面積的 T19 高性能 石墨散熱膜 撕下後下方就是不鏽鋼材質的 VC 均熱板 面積是 4800 平方毫米 VC 採用米系常用的循環冷泵設計 使用氣液分離的方法 相比常規 VC 有更快的熱擴散速度 最後的中光總成 邊框是這個價為常見的塑料材質 但內框更換成了鋁合金材質 要比傳統的鋁合金內框強度更高 配合四角內部的金屬加強 提升整級的防護性能 好了拆解就到這裏 整集有兩種共18顆螺絲 眾絲歸位 第四角內部的金屬 第三角內部的金屬 本身對横的金屬 絲氏 一切都在這裏 一切都在這裏 兩種共19個機構 一切都在這裏 更多的金屬 有兩種共20個機構 一切都在這裏 選擇 一切都在這裏 最新的主義 一切都在這裏 這次的 Realme Turbo 3 的性能探索相對以往還是要保守了點 這顆第三代驍龍 8s 目前來看 中低負載的遊戲性能和 7 加進3 差不多 高負載能耗有優勢 所以單純從性能出發 大家倒也不必太糾結這兩顆 SoC 到底該選誰 不過 AI 方面基於更強大的端測能力 後續的潛力肯定更大 日常使用的可玩性和便捷度更高 內部結構鍵基本給大家展示完了 外圍配置總體還是給的比較足的 屏幕電池這些暫時不好評價 還得根據實際的售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 我是Lowin 我們下期相差再見